JOPO 注意事項 風火水電門申請門的五步曲 請留意一下JOPO 要看風火水電門 風就是通風 熱就是走火 水就是有沒有來去水 電就說是三上電 單上電 電力夠不夠 很多時候電力即使不夠也好 很多人想用少點電 那怎麼辦 加熱才是用電最多 那用什麼 申請煤氣 你不想用火水石遊戲 但你申請煤氣的時候 五步曲就要留意一下 那間店舖究竟做不做到 因為如果純粹一間店舖開個美容院也好 開間cafe也好 開間補習社 火不需要用那麼多 但如果你開間中式小炒 整間茶餐廂 風風風風風聲的時候 當然有煤氣 會有多好處 就像這間粉嶺和龍間這間店舖的時候 我用實質一個例子 為你研究一下 怎樣能夠可以申請煤氣 我們真的走過這五步曲了 第一步曲 現在來到 這間店舖的差不多後巷位置 這個前後門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 這間店舖的附近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煤氣喉 通常一般搭煤氣喉 就好少說在店舖前面整條喉進來 通常都是在後巷裡整條喉 就進來這間店舖 因為廚房通常都放在後面 不是放在前面 那究竟後巷是怎樣呢 剛剛鎖住了一個閘 繞過去後巷給你看看 進來後巷這裡 這個就是店舖的後門位 就是前後門 你看看的時候 其實最容易分到有沒有煤氣喉 在附近的時候 就看看地上會不會有一個蓋子 好像這個蓋子的時候 就寫著Gas 即是煤氣 就是代表下面有一條煤氣喉 如果煤氣喉穿過的話 起碼你有機會可以拿到煤氣 機會率就大很多 通常都是旁邊的行人路 或者後巷的時候 你會刮到這種煤氣喉 二的時候呢 你就打電話去煤氣公司 工商業諮詢熱線 2963 3300 就遇到師傅的時候 現場實地下來 砍探一下的時候 看看究竟這裡 還不做一些煤氣的工程 他們通常是外判的承辦商去做的 就不是煤氣公司 而是外判承辦商去做的 第三步行的時候 那師傅真的下來去看那天的時候 他就會看看 究竟這裡能否駁到煤氣 還有的時候他就會看看 這個位置 據來自用這個和龍街的舖做例子 我們那時候有很多砍探的照片 實際上我們真的做過的 就看看 要不需要重新建牆 有沒有什麼潛建物 有沒有什麼阻礙物要拆除 還有的時候 究竟喉是怎樣去起發 又說一下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包 要怎樣放進去的 我這裏不太懂那些詞 然後他又畫一幅圖的時候 那些喉嚨又怎樣去走法 還有的時候 又會說回那個 那些壁怎麼去拆掉 有很多這些 你看到這些圖也有寫到的 當然如果做得到的 那就做吧 但是做不到的時候 那第四就會研究 那在其他大廈的時候 會不會有煤氣喉呢 後巷的位置 挖下後巷 拉過來的時候 都會相對容易一些 那句例子 不是後巷的大廈了 是去到對面馬路的大廈 才有煤氣喉 即是要挖個馬路對面 才過來這裡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第四步的時候 本身大廈沒有的 就會看回附近的大廈有沒有 過馬路挖的 就會比較難搞 還有呢 最後一步了 當然就承電箱 承發箱看完之後的時候 就會看回 根據官方的時間 大概兩三個月時間 就能夠報到價 但是實質上的時候 可能幾個星期已經搞定了 憑我們的經驗的話 報價OK的 搞定不是開工 那整個流程的時候 最近又有幾錢 便宜值幾萬元 視乎你的工程的時候 那個複雜程度 要不要挖馬路 挖地 或者那個喉 或者那種牆 那些包包 那些包包 又簽建物 這些 叫做貴則的時候 可能幾十萬 用這間店舖做例子的時候 我們Exactly 這間店舖和龍街 報到的價錢的時候 就是11萬8千 五百元 就能夠搞定了 駁進去煤氣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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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於利子 你開一間 好像聯窗 茶餐廳 還吃小炒 什麼炒什麼炒 就方便很多 但是如果開一間咖啡 開一間法郎 開一間美容院 開一間補扎社 當然不用用這麼多煤氣了 看回前面 最主要記住 如果這間店舖的時候 風火水電煤 樣子都通 當然 鋪價值錢 組織更漂亮 做生意更多 駁進去組這間店舖 紅色商店舖 我們成會 早上七萬 給你二十萬 會做美一點 整間店舖裝修之助 宣傳推廣的東西 駁出另外一位同事們 看看這條影片 最主要是商店舖 在住意事項的時候 日後會繼續跟你說 商店舖 商店舖 商機行先 店舖行後 好 盤生意最重要 在店舖裏做得好 商機好 自然店舖的價值都上升 自然 租客和業主人 大家就共創雙贏了 因此我們成會商店舖 推出全港首創的服務式商店舖 三大優勢 一 現金資助 租客在店舖裏面 開業成本降低 令他開業裝修 專門推廣層面 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更加雙贏 二 我們經常會和租客坐下 量一下雞仔 他盤生意怎麼能做得好一點 給他多點想法 最重要是賺錢多一點 三 就是我們專業的團隊 甚麼都不做 每天都在搞舖 自然風火 水電煤 簽劍 流水 甚麼都可以跟得足一點 自然 租客可以專注做好貴門生意 不要聽我說那麼多 聽我們租客怎麼說 我姓詩的 我姓詩的 我就是在灣仔這一區 經營打爛 做了三十多年 剛剛要搬購 就密室到這間 聖會這間巴路市街 十四號地下的碰口 現在經營打爛小菜館 首先解決了我前期資金的壓力 令到裝修可以延期完成 快點做生意 快點開張 另外李先生和聖會的團隊 幫忙宣傳 就是贊助我們的招牌賽 又出錢又出力 這樣可以宣傳 令到我們多了很多生意 多了很多外來的人 你認識 我叫Otto 那就是日資園的負責人 我租過聖會幾間店 都是做一些日式外賣的生意 都是用日資園的牌頭去租 現在一間就是皇后大道西的分店 在正街和皇后大道西交界 在皇后大道西270號那裡 有呀有呀 有用過聖會的服務式商店 這間也是的 之前服務式商店 他們都會提供一些 可能裝修的資助 例如招牌的裝修費用 另外會提供一些 服務供應商給我們 例如POS 另外聖會團隊都會幫我們 做一些市場 聖誕套餐和Avyn 他們都會做一些宣傳 幫我們 例如之前我們聖誕的時候 也幫我們做過聖誕套餐 另外也會在一些定價 產品定價策略給我們一些資訊 我們 找個聖誕套餐 尊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